池塘边的榕树上 只要在深深叫着夏天 朝长边的鞦韆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 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苏黎社里面什么都有 就是口袋里没有白毛钱 这颗四郎和魔鬼党 到底谁抢到哪只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 怎么还没经过我的床间 坠里的零食 手里的漫画 行李初恋的童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太阳从下到山的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多少的日子里总是 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 就这么好奇 就这么幻想 这么孤单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知道功课制作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